大家好,我是阿昌 話說我發覺最近地盤的瓶水儀 被阿芬多跌兩鑊之後 越差就越遠了 這個時候當然買了一個新的東西 第一時間想起我們的裝修 當然是Ironman 澤Sir 想著找他有沒有一些 一千幾百又用得下的 誰知他就說 一千幾百這些垃圾 你是看不上眼的 接著就問 我有個好東西 你想不想嘗試 一股毒品的味道就開始出現了 那又不要這麼說 什麼價錢都有合適的對象 只不過剛剛 有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產品 是未有人有的 由於跟比較大的品牌或廠方合作 所以一直處於低調 我自己已經做了測試 剛好槍師傅說要一部瓶水儀 沒辦法了 這部可以說是第一位擁有的就是槍師傅 我們唯有低調或高調 立即開箱來看看 我講那麼多話了 先開箱 為何這麼特別呢 這部機的功能是很特別的 而以其他品牌來說 這部機是要幾萬元 沒錯 你沒聽錯 是要幾萬元 或者上網都找到 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 你見它呢 由於是日本做的 所以它是很精細的 你見它全部都是很細細的 你見它全部都是做得很漂亮 好 打開給你看 你看看 平水儀一個有什麼特別呢 好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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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給一個預告 這個東西厲害到 我幫你起一個名字叫做 阿寶平水儀 為何叫阿寶呢 因為它可以浮油炮式攻擊 一會兒你們就知道有多厲害 攻擊你 好 一般的平水儀四企一平 電池是比較大些 因為它的容量大 可以用很久 持久力強 好 插進去 正常 現在很多平水儀都有遙控功能 這部都不例外 先安裝它 那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好 我們先著一些光 很多時候我們一個人工作 騎梯 這時候就會下去 上去 或者很多人用的時候 一部平水儀就是走來走去 會跌 又或者 有些日光情況之下 你根本看不到 你算幾光的平水儀都看不到 但是看著 如果我要來這裡 抹線的時候 看著 浮油排開始攻擊 這絕對是成人玩具來的 中啊 就可以鎖住它 亦都試過在做一些戶外的工作 在球場上抹線的時候 你看不到 變成這裡放上去的時候 聽聲的時候 他就會去到位置 停了去 都相當準確一下 剛才槍師傅 都輕輕手 試過一下他的平水企水 槍師傅交給你了 是 扎sir說得這麼認真 我對他的評價就是 好像一個女人在跟你追著什麼 想起都開心 到槍師傅實測 之前扎sir那些廢話 不是那些廢話 不是那些廢話 是高科技的 我呢 就落地些 平水儀最重要是一件事 準的 你不準呢 你真的會飛也沒用 但是大家 至於如何測試平水儀準不準呢 其實最重要是 令到最 好像這些 這些 其實好像這條平水線 就是這條企水線 合不合 因為陀螺儀 都是那一塊 平水合適 企水就錯殺有限 我們的做法就是 令到最邊 然後畫一條線在這裡 然後令一下平水儀 看看中間這點 誤差大不大 接著嘗試最邊這點 誤差 那些平水儀 你這樣一頭疊尾 去一去 就已經差了兩到三個Amp 對 差超過三個Amp 這就叫垃圾 而這個 是 給我 我先拿回去 對了 剛剛玩完了 現在看到這裡是 最邊 然後令它 對了 你看三個位 中間這個位 對 對 都是在這條線上 對 這個位 又是在這條線上 這樣就已經達成了一個 平水儀 最基本的要求 對 對 別想到陀寶三個水儀 好 陀寶我發覺 買回來 新開已經是 差一兩個Amp 至於陀寶三個水儀 又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跌多一兩滑 就更加不知道這樣的樣子 所以呢 雖然大家都知道 我一向愛國愛港之似祖國 但是 有時候 都 撐它不下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